好,在安裝完Rotelo之後呢 你的螢幕,你的Google瀏覽器或是Firefox這邊應該會有一個按鈕 叫做Save to Rotelo 那我們今天呢,就以台灣數博士論文價值系統裡面來找一篇論文 把它加進Rotelo的數目吧 首先呢,要記得在你做這個動作之前呢 你必須要先開啟Rotelo的主程式 所以我們先把Rotelo的主程式開啟之後呢 縮小 主程式開啟了嗎? 好,開啟之後呢,縮小放到邊邊 那像我現在呢,可能要做的是一個APP介面的一個搜尋 我就可以在這邊呢,可以先開啟一個資料夾 好,然後呢,打入名字之後呢,這邊就會顯示這個資料夾的名稱 好,那等一下呢,我們的文獻就會被丟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了 我們把Rotelo縮小 那我們就可以例如一個APP介面 我們可以查詢你自己想要的文獻 那我們這邊以APP介面這個文獻呢,來做一個例子 假設呢,好,假設就這篇文,這篇文章好了 這篇文章呢,是你想要把它收藏起來 收藏起來做你的參考文獻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網站 讀取完畢之後呢,我們看到剛剛Rotelo的這個按鈕呢 已經變成一本一個帽子的圖案 學士帽的圖案了 這時候我們就按下Rotelo這個圖案 這樣呢,它就已經把這個文獻呢 save到APP介面這個資料夾裡面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啟Rotelo的主程式 你看到一個APP介面美感的設計 如何透過鎖定目標客群的這一篇文章呢 已經被放進來了 那你可以在這邊呢,做一個修改 像這個可能是ZHTW的一個文章 對,這邊都可以修改 那你如果呢,有PDF的檔案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PDF檔案給 拉到同一個資料夾 它就可以呢,一起放進去了 對,那雖然我現在只是示範啊 這當然不是這個PDF檔案 我們可以再把它刪除掉 好,以上呢就是如何把你查到的文獻資料呢 丟到Zotelo的方法